上禮拜,我们最后是讲到开发人员 利用开发人员做什么呢? 也许就是做个按钮吧 这边有个什么按下去,它自动会帮我做完这些所有的事情 另外还有一个按钮是做清除 上禮拜最后是了解那个所谓的VBA VBA实际上你可以借由 借由原来的函数逻辑,然后把它稍微做个转变 主要会有两种,一种是按按钮 一种是在这边插入函数的时候可以制定 我们上礼拜上这个范例 第一个是把这一个函数可以用函数的方式做出来 如果说你有一些遗忘的话没关系 我有把上个礼拜的公式放在这边 当然我们用IPT 所以如果你用IPT的话,你可以用IPT下有1N 你可以利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 当然如果说你有点已经会了 但是也许你要重做一遍很浪费时间 你可以这边选取Ctrl-C Ctrl-C之后的话 这边可以做Ctrl-V贴上 贴上之后打勾 OK,那这个地方的话 是有格式的关系 Tru false repeat 理论上应该是会显示那个正确的 这个里面的词H 打勾 这个应该会显示正确的 这个答案的关系 OK,那第一个就是说 把这个公式部分先做出来 然后再来把我们原来的逻辑 做成那个变成VBA部分 那VBA部分的话呢 当然我们上礼拜的程式都在云端上 所以如果你要快速复习的话 大概会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如何把那个函数变成VBA 那第一个当然你要先把什么 VBA的环境先叫出来 那这个环境部分的话 以后我们都会 就是需要把它打开了 那打开的方式我上礼拜讲过嘛 第一个你从这个上面有个箭头 其他命令 好,这边有个其他命令 好,这边箭头点一下 其他命令 那把那个制定功能区里面 记得那个开发人员 这样把它打勾一下 好,这边有个打勾 打勾之后这个就显示出来了 好,你才会有那个开发人员 因为我们这边电脑都有还原 所以上个礼拜你设定 今天还要再重新设定一下 那做好那个开发人员设定之后的话 你切到开发人员的最左边 这边有visual basic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产生一些 相关的VBA程式的话 那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你一定要有个模组 这个模组是必要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模组的话 你没有办法把你的相关的程序产生 所以一般新的那个 一次有档案里面是不会有模组的 我把这个模组先移除好了 假设没有的话 那如何新增呢 按右键 记得先插入一个模组 插入模组之后的话 这个部分你可以从那个 当然最好是自己将来有能力可以自己撰写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把门号跟清竹这两段程式 在虚线上翻这两段 你可以把它Ctrl C C之后再到这边的话呢 把它Ctrl V贴上 或者直接按右键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呢 如果要执行 你可以直接呢 再到这边有两个程序 如果你要执行的话 几个方法 不外乎就是说 我们直接可以把它缩放 那这个上个礼拜都有讲过了 如果有些细节 不是很清楚的话 可以把影片稍微看一下 那如果你要执行的话 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直接在我们的VBA里面 VBA里面 有没有可以放这边 这边做一个执行动作 上面这个地方就是执行 比如说我今天呢 要把那个公式 第四列到103列 通通帮我做这件事情的话 那我就按一个执行 它会把里面东西全部执行完 那如果你要清除的话 你就把游标放在这个清除的程序 这个叫程序 的中间其中一个位置 按下执行 它就执行了 这个执行 清楚 有没有 OK 那当然 将来你做完的程序 如果只能够在这边执行的话 其实也不太方便 为什么 因为将来如果说 你平常做业的时候 应该是不太会去开 这个VBA 那如果说你今天希望怎么样 希望可以简单的让它执行的话 一般呢 会把一个程序 对应一个什么 一个按钮 那应该还记得吧 上礼拜讲过 如果你要把这个程序 变成按钮的话 基本上 几个重点 第一个 这个VBA也许先把它关闭 切到开发人员里面的 表单控制项 这边就按钮 那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再去拖拉 一个大小 这个大小由你自己决定的 因为大一点也可以 如果小一点 大概这样子 OK 放开 会跳出什么 刚刚Visual Basic里面 会有两个程序 有没有 Sub开筒 什么 门号 清除 这个名称也是你自己取的 那我就选一个门号 那记得把这个复制一下 为什么 因为等一下可以少打两个字 OK 按确定 它会有个按钮 那两个字因为我刚刚有复制了 所以你可以把它贴上 就有两个字了 第一个就出来了 所以你按它 OK 执行的 所以将来的 那个逻辑大概是这样子 那当然第二个就是再拉一个 那这个就叫清除 一样把它复制 然后再把这个名称贴上去 就会有个清除了 OK 门号 清除 OK 所以以后你要做一个一件完成的东西 基本流程是这样的 那 未来你可以越写越复杂 因为你看我们现在才写里面的程式 其实只有三行 理论上应该是只有一行 为什么 因为这个外面这个是一个回圈范围 这个I 词的是第几列 到第几列 OK 那你这个都固定写法 会有比较不一样的写法是在后面这一行 好 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怎么来的 也 这个东西好 如果你函数写得出来 我想你要再把它转成VBA 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后来 未来我们会教各位 就是说如果你函数的逻辑做完之后 那你希望把它变成一键完成 好 你可以就是利用这样类似的流程 那VBA的好处 其实就是很多函数它只能做一次 它没有办法做很复杂的自动化 而且你做完一次 你下一个 下一栏怎么做 还在做一次嘛 下一栏怎么做 还在做一次 那如果你用VBA的话 你可以把很多栏 很多储存格 很多范围 甚至很多栏跟列 甚至很多的工作表 工作簿 你要做大规模的自动化 都不会有问题 但是 我们基本上是按部就班 先从那个小的范围 所谓小的范围就是最基本的就是什么 Sales 储存格 有没有 所以这个VBA里面 又会用到一个叫Sales的物件 用这个物件来表示什么 我们 以Sales里面的最基本单位 就是储存格 那他表示方法一定是 瓜胡前面是一个什么 他的列 哪一列 因为是第四列嘛 所以他会先抓到第四列 哪一栏 一栏 所以他就知道说 你帮我把后面东西 写到这边来嘛 对不对 那他这个NAS指的是 下一个变数 其实NASI 就是 4之后的话变5 那5的话不就变第五栏 对不对 那以此类推啦 反正就是用一个变数 一个回圈 他会自动帮你完成 你要完成的这个范围 那这个我想也许对各位来说是陌生的 不过这些东西 对各位来说是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主要原因是 你只要一键按下去 事情就解决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是上个礼拜 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 我大概在帮各位做一个回顾 如何产生那个上个礼拜的东西 记得模组 所以等一下请各位试一下 直接开启你的开发人员 Visual Basic 我想这个长座应该就熟了 第二个请你在这个Visual Basic的左边 这边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那记得一个就好了 不用太多 一个打开来 再把云端上面的这两段程序把它贴上 当然我们后来好像又产生了两个 那个Function 那等一下再来看好了 那等一下讲完这之后的话 也许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觉得比较有用的 一个表单 那个表单的话就是 我这边好像已经有做好demo给各位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demo做好的 它可以怎么样呢 一样可以把它叫出来 就长得像这样 它可以去填一些资料 填完之后怎么样 按新增 它会自动帮我新增到 我们的最下面一笔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帮我把那个 这边再新增一笔 那做法上就是 第一个你先建一个表单 第二个把它叫出来 执行起来 第三个也许你输入一个人的名字 叫AA好了 他的生日的话是 随便输入一个 然后他的血型 这边有下拉清单 选一个血型 然后他的这个0911好了 他的0911 011 然后再来就22好了 OK 那如果你将来希望按新增 他会自动帮你把资料填到 填到哪里 这个的最下面一列 的下面一列 最下面一列在这里 再加1就对了 帮你填到这边来 一笔 那这个第一个当然你要先产生这个表单 第二个要做什么呢 就是当你按下新增的话 你可以把这些东西 一个萝卜一个坑 帮你填上去 那怎么填 我试一下 可以看 按新增 手机 按确定 因为这边需要一个手机的一个什么 方选 那这个方选 我看我们要产生 没产生 所以这个方选在哪里呢 在云端这边 有一个叫方选的东西 就这个东西 好 我们主要是利用他 帮我产生门号 跟整个门号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有 否则他会执行找不到 好 那我再试一次 这个地方的话 一样把这个人的名字打上去 他的生日 比如说他的生日 然后的相关资料 填一填 填完之后的话 按新增 那我们想看到的就是说 按新增之后 他可以怎么样 自动帮我填上一个人的 有没有 而且这边 我好像多做了一件事 就是自动帮你编好 然后呢 其他资料 有没有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帮你填上去 那当然如果你把它清除之后 再新增 他又新增一笔了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 其实你可以做很多应用 实际上就是一个表单 输入到资料库的一个流程 OK 那这个部分 而且这边好像也自动帮我产生这个东西了 好 那这里怎么做 等一下再来看好了 那请各位 记得先打开 然后呢 设定这个开发人员 并且记得新增一个模组 把我放在云端上面的 这几段程式 先贴上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可以试试看 那因为这个是上个礼拜的重点 重点回顾 所以详细的内容 还是建议各位 可以把那个上个礼拜的影片 如果你有些地方 可能应该忘得很快 那如果你忘记怎么办 再重新看过 都看个几遍 最重要是要多做 或者 应该可能连开启都会有问题 那就麻烦 那这东西 就是熟悉 熟悉之后的话 我想你应该就不用 不用刻意去记它了 因为就很自然 因为就很自然 因为就很自然